國建堆填區,民建聯又成功爭取 這麼好笑,家人數舊票 說國建堆填區,上星期將歸澳美戰先行 昨天就輪到打鼓嶺和屯門上營場 星星在開球前就再落下藥 我們短期內會成立一個推動回收業可持續發展督道委員會 又是林鄭通籌,還說長遠不排除成立回收基金 不過聽聞實話都沒有一撇 葉家還踢爆,星星無料辦代表 從來都沒有諮詢過他們 認為是為搞定擴建堆填區的政治交易 原來誰吵得大聲一點,後花園就可以乾淨一點 他就扔下別人的後花園 他們都明白可能區大,你們要扔垃圾下去 但是200,他們問是否要將香港絕大部分的責任 都放在屯門那裡 受落不要緊,香港勝在有民建 他們會以前已經表態支持 就算工聯會不撐,都夠票KO屯門 15位支持,13位反對,1位棄權 我宣布建議獲得通過 而打鼓嶺就連工聯會都支持,大比數過賣 下星期五就會上財委會拿錢 不過屯門區議會,昨天同一時間吵到拆天 還搞到留會,看來還有變數的 下次見 會不會吸引 這次是 感谢观看